各位朋友,我現在在這個 成品南溪這邊 我才剛到 剛到沒多久 我就接到規矩 規矩一單 那這一單呢 是這個 送一公里左右 所以它價格不高 不過我想說第一單 通常是不要鋸 這是我的一個 講迷信也好 或者是這個 這個傳說也好 我認為說 第一單就不要鋸它 之後就會比較順利 好啦,我要去取穿了 各位朋友,剛剛看到一個小女生 一個女孩子 騎了一台人力的 超猛的 好,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中山北跟南京東的交叉口 那我剛送最後一單到 旁邊 旁邊 好 OK好 那麼現在是 7點49分 我已經送了13趟 那其實我今天給自己的這個 設定的目標呢 其實是15趟 我給大家看一下為什麼我自己設定15趟 這樣 這樣 嘿嘿,沒錯 我這個禮拜五到下禮拜這個 6月2號到6月6號週二的早上 4點 是30趟 我就拿到第一接這樣 那我是打算跑完這30趟就算了 所以我也沒有說真的要那麼拚啊 所以就是 禮拜五十五 然後禮拜一十五 這樣就搞定了 可以了 沒有問題了 不然我會死掉 這樣子 好 那麼我現在就是13趟 那現在7點50分 那我還差兩趟 我還差兩趟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 還有時間齁 就是可以拚一下齁這樣 反正接下來是八點 八點到九點 這一個小時 要兩趟一定沒有問題的啦 那我就在那邊等一等吧 其實我今天送的非常非常的小心啊 我今天騎的有點慢 因為我的煞車 沒錯 我這個是前煞 我的前煞這個煞車線應該是 應該是快要斷掉 所以 先我騎的比較慢一點齁 這樣就 不然我煞不住 煞不住就完了 唉唷 單來了單來了 各位朋友 2.1公里 2.1公里 然後70塊 可以接啦 搖滾披薩 好啦 我就接單了 好各位朋友 我已經到了搖滾披薩 不過 他們這個裡面的這個 人客眾多啊 人客眾多 所以 車單就要等 車單我已經等了 我看一下 5分鐘 先坐了 繼續等 好了 各位朋友 送一單到這邊 洗來燈大飯點 OK 好 那麼我現在還差一單就15趟了 現在8點15分 我現在應該是 往前齁 到南宥街商圈晃晃 沒有就往這個老地方走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各位朋友 我現在這個 新智北路三段 已經靠近民族東這邊 已經靠近民族東這邊 那我在一條 林申北路啦 靠近民族東 剛送最後一單 送到這個巷子裡面 那就15趟了 沒錯 今天晚上設定目標達標 而且已經9點多了 其實應該會是16趟 但是我後來又把 後面那一趟 那個夾單 我就把它去掉 因為我看那個夾單只有15塊 各位朋友沒有錯 15塊的夾單 簡直莫名其妙 可能也是送到附近而已 所以才會這麼便宜 不過我就還是放棄啦 因為實在是 有點誇張 而且多這一趟 其實也沒什麼意義 我下禮拜一 我在努力跑15趟就好啦 這樣我燙獎就拿到 旁邊這個 好啦 那接下來就 下禮拜一 今天齁 繼續啦 明天後天啊 我就休息 這樣子 我們下個月 請你再次看 就可以了 就下個月 請問他 下個月 他就有用 下個月 他就有給你 下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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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床 下個月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